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上星期美國推出了ISM Manufacturing & Service Index的指數 57.5%和55.9% 同樣都是OK理想的 雖然對比上個月有所的slowdown 加拿大最新一個月的GDP微升了0.8% 對比起之前那個月 都是OK的 最主要來說應該說失業和新增就業的數據 美國方面失業率由6.9%下跌到6.7% 而在11月中新增了24.5萬的職位 對比起之前10月新增61萬來說 進一步的slowdown 而且Labor Force 也跌了40萬 而加拿大方面失業率由8.9%下跌到8.5% 新增了62,000份職位 對比起之前10月的時候 83,600份 又是有所的slowdown 唯一好的就是當中有99,000份是全職位 offset by 3萬份的part time職位 但同樣的Labor Force 開始有下跌跡象 跌了19,500份 雖然說這個工作已經恢復了大約八成 比起疫情之前 問題是有一些特別的行業 都是在一個嚴重的困難當中 這件事對於我們未來的失業率的預測 都是不樂觀的 例如現在我們看到 只看11月 因為疫情的緣故 因為lockdown的緣故 以至到在11月裏面有256,000份related to餐飲業 流失了 未來估計12月都應該不會在多亂多 或者皮爾區有解封的跡象 又或者譬如在Montreau 、Cubeck City 再加上現在這個Alberta的情況都非常之嚴重 York Vision 我想兩個星期之前就說是Wed Zone 現在幸好我們還是Wed Zone 這樣 你看到很醜 哪怕是疫苗 據聞英國那邊有些婆婆開始注射疫苗 但問題是廣泛來打疫苗 而又能夠證實 OOKK 還需要一段時間 理想一些的1月底 沒有那麼理想的 照不少公司說的 大約4月才開始上班 如果再延期一些 可能又要到7、8月 然後有些人可能還要關心 9、10月的時候又有另一個冬天 會不會有所謂的3rd wave 即是在美國或加拿大叫3rd wave 在香港可能到那時候 十幾個wave 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 令到很多特別的行業 餐飲業可能要過一個真正的寒冬 但是即使餐飲業復銷的時候 比如那些旅遊、酒店業 相關於旅遊的餐飲業 尤其是還有航空業 這些可能是受到一個永久性的重創 現在也有些報告估計 就是這個business的travel 應該不可能back to normal back to一半都已經很好 因為很多公司已經發展了 這個virtual meeting 其實before pandemic已經是 現在更加發現 其實你也不用travel 或者就算讓你travel 有很多人都有 有更強的理由是push back 不去travel 我有個朋友是經常都要travel 他就說現在減少了 真的很開心 另外一件事就是 當某一些行業是不能back to normal 會製造了大量的失業的朋友 很可惜 而這些朋友人浮於事的時候 究竟各個社會 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消化到呢 最近看到一個Clip 說國泰員工 有些酒店 有些餐館 他都願意來聘請這些員工 那這個原因是 覺得他們的skill set 是可以fit in 哪怕可能轉了另一個行業 但是 是不是這麼多的僱主都願意這樣做呢 再加上就是 我都要賺錢的 生意的 如果我的生意是需要10個人 而我又未來未必預計到 是會 expand那個business 的時候 我不會再聘請第11個人 但是問題就是在這些行業裡 他們又炒了這麼多人出來的時候 而長期消化不到的時候 這樣就會導致失業率 就不會這麼快來回落 又或者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一個pandemic的新Ecolibium的時候 他就停了在那裏 這件事亦都會造成兩個打擊 第一就是 它會造成那個經濟進一步的緩慢 不能夠完全的來復甦 另一件事就是 政府會成為了一個財政的負擔 那你因為有一個道德的debate 是當中的 第一就是 你政府 你處理疫情各方面都做得不好 又或者 不關你處理不好事了 總之就是 現在製造了一個這麼大的失業 這麼大的社會問題的時候 那你怎樣來去settle呢 你不可以一刀切地說 不再救你這班人仔 於是你就要來去繼續 來去extend你那些刺激經濟的方案 現在加拿大有些東西出台 美國現在說又會來 終於民主和共和黨可能談得到 又會有些東西來去希望出台 以至不會有一個雙底的衰退出現 但是同一時間有另一個道德的一個層面來思考 就是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兩懶人呢 當你的荷包舊的時候 你某程度上就會少了一些incentive 來去做事的 不要說像上次說到加拿大有80多萬人 是欺騙政府的優惠 2000元每個月 甚至乎有個朋友的朋友 他是做酒店業的 那他就因為lockdown的緣故 他就在家中可以攤大隻手掌 就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就什麼都不用做 就可以有錢拿 而那個錢就比他本身的工資 又不是失去太重要 說的是有六七成 然後到疫情稍微緩和 9月那時候 然後公司叫他 你可以上班了 就是一個星期可以上兩天 然後他就覺得很痛苦 因為上班之後 政府的補貼又相對少了 而公司也不會給他足夠 最後他拿的工資一樣差不多 但是他之前是不用做的 現在就要做的 於是他就覺得搞錯 我寧願放棄了他 或者是可不可以選擇 如果有志願不做計劃 可不可以不做住啊 這個掙扎是一個很正常的人都會有的 以至好政府就是 究竟怎樣能夠有罪地 來去減低那個的支撐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你說的就是有一個結構性的流失 那你又不可以不理他 但是你過了期的時候 那你難道有斬攬嗎 於是有一個進退兩難的情況在出現 Anyway 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困局 有個網友叫我分享一下 未來五年的一些計劃 所以今天就先講到這個 Unemployment 那我希望你也不會像 哇口那樣說中 但是似乎 未來兩年都未必可以 令到那個失業率 回到之前的 反而就會有一個新的Equilibrium出現 那下個星期就會講美國的CPI 最新的數字 還有這個央行來的儀式 不是那個星期 應該說是今個星期 因為我講上個星期的經濟數據 所以今個星期就會出這些 那麼繼續拭目以待 那之後 接下來我都嘗試分享一下 因為反正都年尾 講一下大市的去向 經濟走勢的各方面 那我自己的一些預測 那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和share MING PAO TORONTO